据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都市传说 当小朋友只要吃过龙虾 传说中的红脸怪 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来找你 他脸总是红红的 其实是他走路很爱去撞墙 他总是有办法抓到很多龙虾 其实是偷来的 他很会料理龙虾 其实只是放进火锅里煮 当他今天的余货量过多 他就会开始随机找小朋友 只要被他找到 下场都非常的可怕 这就是传说中的 红脸怪 我们今天吃的那个龙虾 超好吃的耶 对不对 今天说吃太多龙虾的话 那个红脸怪会来找我回来 那都是骗人的传说 骗人的不要 不要听乱讲 好 我们去洗澡睡觉了 好啦 好 我们去睡觉吧 多么公寓 狙虾 腔虾 竟然起来了 能听到好奇怪的声音 好像狠眼怪来了 蟂蟂蟂不要吵 我要睡觉 我君神 好 行 谢谢 云 好 好 哈哈 哈哈 Dun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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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嘿 來這邊坐 好 嘿 快點 小朋友 要多吃龍一下 才會這樣 大 小吃的誰要吃 我 大口吃下去 快點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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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不下了 吃 你們這樣小朋友 不會長大 吃太少了 快點吃 fed 快點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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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 這裡還有三隻 детей 還沒吃 還沒吃 小朋友 不吃 我自己吃 好 好 我吃了 真的好吃 多吃一点才会长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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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